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某电视剧片中张志忠与戴笠并肩而行,戴竟然对张称文白兄,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了。 中国人称兄道弟,是有规矩的,不能乱来。 同辈之间,或者是长辈对晚辈,在社交和书信中是可以称兄道弟,也就是说,在其字过号之后加兄字,以示尊重,而并不考虑双方的年龄大小。 如称何英先进之兄,称白重喜,见生兄等。 但是,对于辈分高于自己的尊者,或者直接的长官,就不能使用这种称呼。 在国民政府时期,从纵向区分,国军将领大致可分为三代。 第一代,是以清末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,和宝殿陆军速成学堂的军人为主。 其代表人物有蒋介石,严西山,程贤,北济深,和,英心,陈仪等。 这一代军人,大都是辛亥革命各省武装起义的中间,主要活跃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。 北伐完成后,仍旧活跃于军事舞台者,以为数不多。 第二代,是以出身保定军校,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军人为主。 其代表人物有顾祝彤,张志忠,陈成,白崇喜,唐生志,于范谋,李文辉,王天培,傅作义,杨爱元,刘多泉,秦德纯等。 这一代军人,在国民政府时期各个派系中都有广泛的分布,将星队伟众多,从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大陆解放,一直是中国军事舞台上的主角。 第三代,便是以号称天子门生的黄浦学生为主。 其代表人物有吴宗南、陆玉明、黄梅、王耀武等。 自北伐战争开始,逐渐形成一支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,但其分布面则较窄,主要服务于中央军,在所谓的杂牌军如东北军、西北军、进随军中,则基本上未能渗入。 保定军校的前后,八任校长中,有五任校长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,校长以下的教育长、各兵科科长、教官等,也多数已是官生担任。 而黄浦军校、黄浦陆军军官学校的教官、队长,则绝大多数出身保定军校。 就因为这层关系,使刘日士官生、保定生、黄浦生,形成了较为明晰的三个段代。 再加上那时还残留有任门生的习俗,故不管是不是在军校受过客,下一代在上一代面前,都以晚辈学生自称,上一代也有这个心理,只是多数不流露于表面。 影片开国大典中,傅作义有一句台词,林彪是我的晚辈,不管这句台词出自傅作义之口是否符合傅的为人,他所道出的,其实就是傅、林分别出身于保定、黄浦这么一层关系。 同样是这个傅作义,在卓州守城时,称奉军将领于国汉为老师,却是有据可考的事实,而他所阐释的,也是于国汉出身于日本士官比傅作义高一个辈分的。 原由,构成这种代差的将领之间的称谓,大抵有三种情况,一种是,没有直接的隶属与师生关系,或者虽有隶属关系,但知己相差不大时,资深者对资前者称之以胸,以示谦虚,是十分正常,也是十分普遍的。 但反过来,就不行了,也就是说,资前者是不能称呼资深者为某某兄的。 比如北伐时期,有一次白重喜夫人到南昌,而恰逢白贤蒋令去了前线,于是,蒋介石在招待白夫人的同时给白发衣电报,电门中有胸嫂不得相见,此中正知过也的签词。 以当时蒋白二人的出身资历和任职来说,蒋介石称,白重喜及夫人为胸嫂,是符合当时的社交习惯的。 因为蒋介石出身保定协和陆军速成学堂,又任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,其学历辈分,任职,都高于出身于保定军校,正担任蒋师参谋长的白重喜。 而且从年龄上说蒋也大买几岁,是适合使用这样的签词的。 但反过来,如果白重喜也生蒋介石为介石兄的话,就是大大的不尊,就是当时的道德礼仪所不能允许的了。 还说,北平傅作义与杜玉明会面十二人之间的互相称谓,以当时傅、杜二人的职务来说是差不多的,但前者出身于保定,后者出身于黄浦,二人又属于不同的军系。 傅作义出于先公,称杜玉明光庭兄,就合情合理。 反过来,如果辈分低于傅作义的杜玉明,也称傅作义生兄,就是没大没小,有备伦理了。 从一份1948年,李继深与白重喜的书信往来中,也很好地说明了此一情况。 在李给白的信中,称白作见生兄,而白给李的回信中,则称李为任公。 这就对了,因为李的带分了大于白,而又非白地直接上级,出于礼貌。 对年龄、资历都略小于已的白重喜,如此称呼是恰如其分的,但如果白给李的回信中,以仁朝兄相称的话,那同样也是没大没小了。 电影中设计程度称,傅姨生兄是荒谬的。 实际上,当年杜玉明在北平建傅时,退傅一直是用移工的尊称的。 第二种情况,是双方属于同一派系集团,又有深远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师生关系,便都不宜称兄道弟了。 比如,张志忠与戴笠之间,就不是以如此称呼,因为作为长者的张志忠要是这么称,就显得掉价了。 而作为晚辈的戴笠要是这么称,则是明显的犯上了。 由于戴笠之夜的关系,使得这位黄埔六七的小学弟,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,被大大的炒作了。 实际上,戴的资历和地位,在当时的国军将领中是很低的。 抗战时有一次陈诚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任上与戴笠谈话,一个多小时里,陈一会坐着,一会站起来踱步,戴则一直引力政治事听讯和谈话, 对陈则一口一个老师的叫,而以学生自称。 其实戴还长臣一岁,戴在黄埔做学生时,臣也早已不在校任教,就因为保定和黄埔的辈分管。 戏,戴才称臣做老师的。 张志忠是保定三七生,其资历在陈诚保定八七生之上,且戴在黄埔受训时, 张正好是以黄埔军校教育长的身份主持校务,戴行校长职权,二人的师生关系是再明确不过的了。 可想而知,戴是吃了豹子胆,也断断不敢在乃师面前称兄道弟的。 那么,戴能不能称张文公呢? 行道是行,但不是很妥。 戴力与张志忠的关系,截然不同于杜玉宁与傅作医的关系,不同于白崇喜与李济深的关系,他只能称张的官职或者称老师。 那部电影中的导演,愣是安排在对张志忠称文白兄,臣是何等的荒唐。 第三种情况,是双方同属于一个派系,又在一个单位,但后来转居上,黄埔生做了保定生的直接上级,构成这种关系的。 在当时也不在少数,如胡宗南与裴昌惠,王耀武与师忠诚等。 这种情况,往往双方面龄相差不会很大,职级相差也不会很大,出身与职级。 互补,拉平了,多数便以同辈相待,可以互相地称兄道弟了。 与称兄道弟共同使用的,还有像对方称弟和称公两种,但远不如称兄使用的普遍。 前者一般只有两种情况下使用,一种是对方资历明显低于自己,为是谦虚或借重时使用。 如在新口战役时,黄浦学生以仙周负伤,蒋介石匪里的电报中有仙周吴帝西安心养伤,并将每日伤情告无,以免挂念不安之举。 蒋以校长之尊,称自己学生为吴帝,可见其用心良苦。 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奇怪,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社交习惯。 还有一种情况,则是换了帖子的把兄弟之间,连长的一方称对方时使用,哪怕只大一天。 冯志安死后,和英心,白虫喜,陈诚,顾著同等宋的晚连开头,都写养之吴兄,而独独刘若明,秦了纯,石敬亭等宋的晚连开头,以养之吴帝称之。 这并不是刘、秦、石等望自尊大,而是阴。 魏三人与小冯有把兄弟的关系。 徐州会战时,张自忠曾给樊宗府烧去白蓝帝若干平,并烧化,折山帝好以望他少喝等聚。 对比张自忠,樊宗府二人的出身、资历、派系,单凭张被樊折山帝的称呼,便可断定二人必定存在着结拜关系,用不着考证。 是与社交中称呼的,只是以对少数位高权星、资深望重者。 同一辈分的人可以使用,辈分稍低的,且没有直接的隶属和师生关系的,也可以使用。 和称兄时不同的是,称公时,一般是选字中的一个加上公字来称,如称李宗人得公李宗人自得邻,称城前宋公城前自宋云等。 这里主要讨论高级将领之间,非正式场合的社交称呼,是一辈分相差太悬殊的,比如某个上将与某个校位级军官,上面所说的便不适用了。 对于正规场合该怎么称呼,也不在此多说,也没什么说的。 上面所说的只是,一般的情况,对某个具体的人来说,就不是绝对的了,而即使在同一种情况下,也会因双方之间关系的远近、善恶和个人性格、修养,以及当时心态的不同,而有所不同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